去年10月 长龙大学马国女大生遭到杀害 命案爆发后才被发现 事前有一名女大生 跑到台南大潭派出所报案 却没有这项报案记录 招质疑警察吃案 学生他无法指认 那也不愿意报案 那当时可能认为是一个恶作剧的状况 当时的归人分局长杨庆玉 一度宣称女学生没报案 事后又开口 甚至说是远警误以为 女学生是恶作剧 因为当时远警不仅没受理 没开立三连单也没制作笔录 随后就发生骂国女大生遭到杀害 舆论抨击各界究责 监院启动调查 周三公布 当时受理的远警高务员 没依规定受理报案 大潭派出所长张总肯 与归人分局长杨庆玉 未尽督导之责 杨庆玉对外受访时 没有查证 让外界误以为吃案 损害警察机关信誉 三人通过弹劾 移送公务员承接法庭审理 经本局人平会决议 将现任新化分局长杨庆玉 改调非主管职务 直接由保安科长苏正宁接任 杨庆玉才刚调任新化分局 等同降调二级 上任不到一个月又被把关 一场人命关天的办案疏失 监院开闸下重手 就是希望不要有类似事件在发生 三连新闻众号到 三远众号到 6斩 5斩 5斩 6斩